新州日報 讀者們 中秋節快樂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沙巴新州日報 陳建新聞 今天是9月10日 在此 祝福所有讀者們中秋節快樂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爾是週四慈世 享其瘦96歲 女王的長子73歲王楚查爾斯自動繼位 正式頭銜為查爾斯三世 她也會在今天登機 詳情請瀏覽全國版 來看看今天頭條 涉嫌機構首席執行員拿督斯·里莫·汉莫·阿兹曼說 涉嫌機構從9月1日起 調高投保涉嫌月薪上限 從原本的4000令吉調高至5000令吉 月入5000令吉及以上者 需缴交的涉嫌保費為111令吉40仙 就業保費則是19令吉80仙 總共增加了26令吉60仙 共有150萬名投保者受到影響 其中包括本地雇員和外籍雇員 大約占總人數的19% 關注週內疫情進展 沙巴昨天新增183宗冠病確診病例 有6人屬於重症 週內冠病呈陽率昨日持續下降 從前日的9.25%降至昨日的8.91% 有4區出現雙位數確診 其中亞比77宗最多 豆腐18宗 豆亚藍14宗 山打根11宗 衛生部長凱里原定在昨日下午出席衛生白皮書發展公聽會 受到烈烈氣候影響 其乘坐的班機無法再亞比國際機場降落 他隨後則是透過視頻會議的方式 在難民隔空為公聽會主持開幕禮及致辞 而他也表示 將盡可能參與公聽會 來關注州內其他新聞 沙巴首長拿都和之之諾強調 州政府在加強沙巴安全問題上絕不會妥協和讓步 他認為 安全是州政府的首要考量 也會毫無猶豫地採取措施加強安全 另外 他也再次呼籲安全部隊提升普通行動部隊位於馬印邊境的西巴迪島前哨站 一名29歲登山客於左早攀登神山途中 不慎在神山8.5公里處扭雙腳 腳踝腫脹令他無法動彈 攔腦削整局在接到投包後 派出高山搜整隊員到場失源 將他抬下山送院救治 最後 我們來討論一下 現在的50令吉 可以買什麼 又夠幾個人吃呢 沙巴民主行動黨日前推出一項採購計劃 用50令吉到山打根滑美元八沙採購食材 結果發現只能勉強應付一家四口的兩餐 行動黨這個採購計劃會繼續在美間八沙舉行 購得的食材將捐給有需要的窮困家庭 行動黨也促請政府繼續探討並解決百物不斷漲價問題 讓小市民在後疫情時代有飽飯可吃 英斗咖啡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今天的新聞到此為止 感謝你的收看 更多詳情 請瀏覽沙巴新洲日報網頁